你见过巴特勒在美国南篮的单挑表现吗? 别人打着玩他却格外认真,攻防两端都把欧文打懵了。 2016年夏天,美国南篮在集训期间举行对内单挑车轮战,绝大多球员抱着娱乐切磋的目的,但吉米巴特勒却打得格外认真,简直杀疯了,首轮单挑便连斩四架。 当巴特勒不慎被哈里森·巴恩斯抢断只能下场时,他竟抱了句粗口发泄。 随着单挑战逐渐深入,巴特勒的斗志彻底被点燃,他将气撒在凯里·欧文身上,连续防下欧文进攻,甚至还送上迎面大帽,欧文无奈苦笑砸球发泄,他没想到巴特勒打个队内单挑赛还这么认真。 欧文此后三次面对巴特勒攻得很坚决,但巴特勒的防守简直形影不离,他利用严防让欧文这几次进攻都无功而返。 轮到巴特勒打欧文,他主动对抗后轻松打进金鸡独立跳投,欧文只能无奈摊手。 面对其他球员,巴特勒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也是美球必争,他会跟德安吉洛拉塞尔理论疑似犯规的问题,也会在下次对位时给对方送上无情大帽。 即便是面对体型更为出色的对手,巴特勒依然不落下风,他将贾巴里帕克完全打爆,还给对方赏了一记火锅大帽。 在面对拉塞尔进攻未果后,巴特勒甚至想在抢篮板强行上篮,被兰德尔打手破坏,欧文最后甚至将球打飞,还轻拍巴特勒胸脯,示意对方放轻松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